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地区从台湾和香港旅居在湾区的朋友 自用发起的一个组织 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 是一个非政治性的一个组织 我们主要做的是社会教育 我们向美国政府登记的时候 也是登记时一个 我们是一个教育性的一个组织 主要是做社会教育 我们发起的目的就是要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 要维护历史的真相 伸张正义 捍卫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 因为日本人不但是在二十四大战的时候 抗战时期 侵略我们国家 而且屠杀了我们 许许多多同胞 据不完整的统计 大概 差不多是有三千五百万的伤 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一个战争罪行 但是日本他们战后 不但没有向中国人就是正式的道歉 而且还一再的否认 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所容忍 所以我们我想很多 我们华人都对这个事情知道 但是并不很清楚 但是也很支持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发起以来 这个运动以来 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想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这个运动 到今天已经有超过三十年的历史 1991年的10月底 吕建林女士说她手上有一卷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录影带 希望您看看能否做点什么事 当时南京大屠杀的录影带 怎么会到吕建林女士的手上呢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有一段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们和李建林女士认识 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在一个冰淇淋店里认识 那么后来发现她也是我们的邻居 所以我们两家一直有很密切的来往 因为我的儿子跟她一个儿子 就是小学 就同班同学 我们是邻居 所以我们来往的很密切 那么这个女间邻居是先生 就是张大化先生 我们知道完全很多人都知道张大化先生 他的弟弟 小弟 张大千 他那时候是在东岸等医生 他是一个医生 那么他和这个 对日所谓中华同胞会 里面的一个江国胜医生认识 所以说江国胜医生呢 就给了他一卷这个录影带 那时候是这个池带 这个录影带是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马记牧师的见证 就是Reverend McGee's Testament 那么这个录影带交到 这个李建林女士手上以后 他就找到我 打电话给我 叫我拿去看一看 所以我就把它拿回来看 我当时看到这卷录影带的时候 这是真的非常的 用英文来讲是shocking 就是非常的 我从前听过南京大树山 但是并不知道它的真相 因为这言论带的关系 我们就在湾区开始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维护抗战 此时的一个运动 您当时看到马记牧师的见证 这卷录影带之后 是什么心情呢 我当时拿到这卷录影带的时候 并没有想象到其中的内容 如此的残暴 看完了之后 我心中有无比的愤怒 跟悲伤 这卷录影带 马记录师当时录了以后 他送回美国 藏在他家的这个 basement里面的时候 他也跟他的家人说过 说这卷录影带里面的内容 是非常的残酷 非常的血腥 所以他警告他们 所以他们家的人 也没有看 费选路面的内容 一放就放了50年 这是等一下 我大概也会讲到 谈到这一点 当时我因为 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里面的内容 值得应该向我们 全体华人同胞 来宣传 就是来让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情 所以我邀请了 我做了三个 送给了三位朋友 一个就是贾玉台 一个就是张昭复 我想住在库博基 那些人都知道 就是原先的那个市长 还有另外也就是 丁元 丁元他是我 大学同学 所以我请他们也来看一看 他们看完的时候 和我的结论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 必须要把这些 这中间的这些 历史的事实 告诉全世界 告诉所有人 告诉我们的 只指指姿真 我们这一辈的人 他们在抗战的时候 都是为了 中华民族的生存 用血肉之趣 去抵抗日本瑞寇的侵略 做出了偉大的牺牲和貢獻 让我们中华民族不至于被奴役 我顺便提一下 当时其实在海外的华侨 抗战时期 海外的华侨也有很多回国参加抗战 很多都奉献他们的生命 他们很多都是很年轻 就把他们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 我曾经听过 看过一个报道 在抗战的时候 因为滇缅公路修好了以后 当时因为中国还很贫困 比较落后 所以会开车的资机很少 维护这个车辆的 懂得这方面的技术的人也很少 所以国民政府到海外南洋 去招募 希望他们能够帮助 结果海外的这些 就是 华人的这些 像华侨的这些总会 他们就招募当地的华侨青年 能够来回国参加抗战 当时有超过1800多位年轻的 就是华侨回国 结果呢 抗战胜利以后 他们有一半的人牺牲了 在就是天白公路上牺牲了 那么另外一半人 大部分都选择留下来 留在中国 所以他们这个故事 也是非常的可歌客气 这个马基穆斯的见证 这部纪录片 他的油来非常的精彩 他的背后的故事很精彩 马基穆斯 他是一个美国的基督教会的 一个传教士 他在1912年的时候 被派到中国去传教 他曾经在中国传教20多年 他在到中国来之前的时候 他是在日本传教 所以他会讲日语 他的有一个爱好 就是拍摄电影 所以他有一部录影机 拍电影的电影机 那么他常常都是 就是因为说他的思好 常常拍电影 那么在南京大竹杀的时候呢 马基穆斯正好住在南京 因为他会讲日文日语 然后又是这个白人 所以他在这个南京 可以自由来往 他用他的这个录影 这个电影机 就照下了很多珍贵的 就是南京大独杀的这个死料 今天我们很多这个南京大独杀的照片 都是从他那边得来的 这个马基穆斯在照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胶卷 他照了这个胶卷 他晓得说如果被日本人发现的话 他会遭到很大的麻烦 甚至可能连命都会不保 所以他急忙就把这个录影 带了 经过一个特殊管道 送回美国的家中 他也警告 像我刚才讲的 他跟他的家人讲的 这是非常血腥的 他们家人因此就没有看 就把他放到这个北市 放到第一放就是五十年 五十年后的有一天 他的儿子叫 这个David McGee 那时候都已经 就是退休了 他曾经在J.K. Morgan当副总裁 他住在纽约的一个小镇叫做Ryan 他有一天看报纸的时候 无意发现了 有一则新闻就是 有一个南京大独杀纪念活动的消息 他赶快就跑到他家的北市 把这个东西找出来了 把这个东西就交给了 我刚才讲的那个 在东部的有一个主持 他其实对我们 就是找 他对着找发起这个运动 他们的名字叫做 对日所陪中华同胞会 那么他们这个 他们成立大概是在 1985到1986年之间就成立了 最早的时候 咱们的名字叫对日所陪会 那么他们 收到这个 David Mikey给他的这个 电影胶片带以后呢 就把它 做成了一部这个 纪录片 他们募了一笔钱 请了一个华侨导演 叫Peter Wang 来帮忙他们 这个Peter Wang呢 他也不收 一文钱的报 报酬都不收 然后他拍出了这个 29分钟的一个纪录片 特别要提一下 就是这个David Mikey 他也捐了1万块钱 来自作 就是 制作这一部 这个电影 这个录片 David Mikey的家人 在现身 在中国传教 同时他也参与了 那个仇促的国际安全 安全区 就是南宁大堵杀的时候 他们划定一个决定区 让那个难民跑进去 然后不让日本军进去 所以拯救了很多很多人 来自尽命 同时有很多妇女 有一位日本人 日本军有些强奸 所以马基一家人 他们是热爱中国 非常得到我们的敬重 我们中国同胞 中华同胞 应该对他们永迟福放 永远记念 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时呢 我知道您筹办了 南京大屠杀纪念会 租记的场地呢 是在Sanyville的 南湾华侨文教中心 根据规定 场地的最高容量呢 是275人 那么纪念会当天呢 来宾的人数超过了600人 怎么突然有这么多人来参加呢 那一天 我们筹办 主办单位 筹办这个电影 让大家来观 就是观赏这部电影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 就是说会反映如此的热烈 我想 他对于这个 三级卫文教中心来讲 就是人才人海 因为几个根本就是走路走不过去 我们请 我们的就是帮忙的人算了一下 大概有620几个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呢 我首先要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不断地帮忙努力地宣传 我们在媒体和这个 就报时了 还有这个电视上 也都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大家都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关心 非常的热心 所以知道的人很多 那么这个题目呢 对很多人来讲 我想也是比较 在那个时候比较生疏 我本人在台湾读中学的时候 也读过南京大独萨 但是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真正的内容 根本不晓得 那么我想很多人 大概也都会跟我一样 那么所以 我当时我在报时上登书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是愿意来 参加就是观看这一篇 这一篇纪录片 那么 这个 大家对于这个真相的了解了以后呢 那么 大家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的热烈 场内根本是人山人海 然后 看完了以后 很多人都上台发言 很多人就说 非常的激动 他们就说 我们应该组织起来 做点事情 很多人大家都捐款 当时就捐了 当场就捐了一万两千多块钱 这个钱就用来 对那个 就是帮助这个 对于索赔中华同胞会 他们做这个马基姆斯见证的费用 因为虽然 他们很多工作人员 就是制作这个影片的时候 像那个导演都没有收费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费用 还是要出 大约大概是四万多块钱的经费 那么 我们就是 募到这笔钱 这笔钱就 完全转过去给他们 那个当时其中最大的一笔赚款 就是 建林女士捐助的 她捐了一万块钱 我顺便告诉一下 就是说 这个李建林女士 她是非常伟大的一位女士 因为她和她的先生 不但就是说 在我们这三十年以来 对我们这个会的 就是在财政上的支出 她本人没有 几乎所有的会 只要她有 就是没有特别的事情 几乎每个会她都来参与 而且所有的工作 开头也都做 我们从 有的时候 有些机会 需要有午餐啊 做单位去啊 什么东西都清楚做 所以我觉得 她的确是 很了不起 尹吉君先生 从报纸上看到 要播放 马济牧师的见证之后呢 便前来参加 并且立刻的就加入到了您的行列 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往事吗 是的 尹大哥 他自从看了这个 南京大毒杀纪念 纪录片以后呢 就要求 就说 我愿意来参加 实施会 成为理事 那么 他每个月呢 都从很老远的地方 就他住在 Vacville那时候 开车 一个多小时 来参加理事会 他一直到 90岁的时候呢 因为开车不方便 才吃去了这个 理事的职务 这个尹大哥 他自从加入我们会以后呢 他就 开始 撰写一部 这个南京大毒杀画册 这个 他 就到处收集 这个 南京大毒杀 有关南京大毒杀的这些 珍贵的历史照片 他就是 去日本 到日本的 旧书店啊 很多相关的地方去 收买 这些 照片 然后把这个照片呢 用中英文 写一本 叫做南京大毒杀 画册 那么他和这个 石永先生 石永先生也是 我从前的一个 那么 合写这本 这本书 这本书 非常的 有价值 因为他里面收到的 很多的照片 都是别的地方 从没见过的 然后他这个书呢 对整个 运动的影响也很大 因为很多人 都看了这本书之后 对这个南京大毒杀 很清楚地了解 同时我们把这些书很多都送到各地的图书馆去 也有很多人来向我们购买这本书 把它捐出去给大家看 这个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这个 景大哥对这个 这个 抗日战争史 是维护这个运动 非常大的贡献 有一个间接的贡献 就是他这本书 其实很多里面图片 这个东西是 当时这个 张纯如小姐 写他的这个南京大毒杀书的时候 也是借用这个中间的照片 所以我们到今天 隐居进行 大哥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是非常的怀念他 从1991年12月 办完南京大毒杀纪念会之后 你们开了一连串的筹备会 当时就有人提议说 湾区已经有许多的团体了 不需要再另创一个会 只要每个社团派一名代表 组成一个联合会就够了 但是呢 最后这个方案并没有被采纳 那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抗日战争史的维护会 这个他的名字也是 我等一下也需要去解释一下 那么1991年12月 我们办完了这个 南京大毒杀纪念会以后 我们就召集了很多 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开了一连串的这个筹备会 我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应不应该另外成立一个组织 来做这件事情 当时有很多人来说 我们湾区已经有这么多的 各式各样的组织了 为什么还要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呢 是不是每个会 拍一个代表来 或者拍他们的会长来 参加这样子成立一个 就像一个联合会一样就够了呢 当时的时候 我坚持反对 我认为说 一个组织要能够运作的话 一定要专职 一定要很多有热心的人 每一个社团的代表的会长 并不见得一定对我们 就是有这么大的热心 我们需要的是 能够付出他的时间 精力 甚至于钱财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当时开了很多会讨论来讨论去 最后我的 还是我的这个建议得到采纳 就是说 我们还是成立一个专职的一个组织 我们有 就是特定的 我们的宗旨是很明确的 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的 我们这样子才能够像一个 有纪律的一个军队 能够把这个事情 就是能够不间断的 一直的坐下去 直到我们能够完成使命为止 好的谢谢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